中星其實我自己看的原因 其實跟剛才你們說的原因都差不多 因為其實如果你拉積優股 那當然剛剛那份業績是很漂亮的 而以來其實它接下來的憧憬都是大的 因為始終真的收購人庫中國那邊 就未完全完成了 但是如果完成完之後 其實對於它在內地的銷售 其實真的挺大的幫助 因為我想大家看這些4S股 其實無論中星好或者簡來計 我想都是選一些比較大間的 其實中星、永達或者美東這幾隻 會比較大一點和強一點 因為4S股很講規模效應 就是越多網點 其實是會更加有一個好的表現 但反正如果比較小的4S股 其實那些就會差一點 所以其實你如果看圖表來計 就是看股價走勢來講 如果你開一堆4S股的比較 其實都挺大分別的 例如中星在頂上 有些是一直以來都在底 會有很大差別 所以這就反映到實際的基本因素 所以我也同意 其實如果你說選 中星是看得比較正面 甚至乎股價 都是維持大漲小回 你見到過去這陣子 回歸下去的50天線之後 其實都是硬硬上來 當然如果比較好一點 也同意就是破到頂 再追會比較理想一點 因為近期動力就暴了一點 但畢竟升幅度很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要去考慮 其實真的慢慢去低位 就叫分家去買好給客人 是個小手 而且說要去買好 也